众所周知刘秀是个秀 他既是开国之军 也是中兴之主 兼挑东西两汉 因为王莽的莽才有刘秀的秀 公元八年大汉朝廷第一届道德模范 王莽发了条朋友圈 太子刘云小朋友 幼儿园小班还没有读完 无法执掌国戚 自己勉为其难 先待了一阵子 他通过不留下的政权过渡建立新朝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善让即位的皇帝 有人视王莽为复仇者 刘邦斩折起 他开设的大汉王朝 被王莽这个蛇之王拦腰斩断 断为七汉东汉两节 还有人认为王莽是个穿越者 因为他的很多施政举措 远远超出的那个时代 比如说废除奴隶制 土地国有化 平均地权 计划经济 鼓励基础发明 甚至呢 在他的墓葬里边 还出错了青铜卡齿 他的思想里有一些天下大层成分 实际上呢 他只是一个周公民 是一个向往回归上古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根本无力解决当时高度复杂的社会问题 勤朗的放牛娃兼落魄的黄安代刘秀 他的理想生活不过就是 农富山泉有点甜 他喜欢干农活 种地那是一把好手 每天是种菜收菜 出的是一手好地 别看刘秀出身是农民家庭 却长了一张明星脸 十里八乡都喊他是 汉朝五燕祖 姐夫荡臣 家住南洋新野 西营县的殷氏家族 是当地有名的豪门大户 据说祖上是春秋时期的 一代名相馆众 作为新野首富 资产跟诸侯王差不多 地主教的闺女呢 往往都是很好看的 尤其是老鹰家里出来的 殷丽华 就是当地著名的县花 有一次 游秀去姐夫家里玩 刚进村口啊 就被殷丽华给吸引住了 他定下了人生目标 示唤当作 食金玉 取其当得 殷丽华 由于王门的改革 动了当时所有人蛋糕 所以很快就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抗 往往从众人拥戴 变成了万人嫌弃 加上百年不遇的水灾旱灾 国内形势是急转直下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赤梅 绿林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一时是群雄并起 天下大乱 这时候 已经遍地都是接干儿子山大王 你一个山头 我一个山头 遍地都是收买路前的 公元22年 27岁流秀 在晚城接干儿子 与先一步 召唤大哥流眼会合一处 高举赴高度之夜 第五万事之秋大吉 招兵买马 旗航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支队伍人员少 装备差 要啥没啥 顿顿稀饭 咸菜渣 简直是穷到姥姥家 作为队伍的领导层 年轻人出门别说车 连匹马都没有 好多人从家里扛把锄头 腰里别两把菜刀就上阵了 战马更是齐缺 作为领导 刘秀甚至只能骑牛行军 这样的乌合之众 如何能成大事 于是刘秀兄弟 投票当时实力雄火的陆林军 随着刘衍 刘秀这些汉朝宗室的加入 陆林军势力是越来越大 此时呢 人心思汉 为了与王莽新朝 分庭抗礼 第二年 陆林军 拥立西汉宗室 刘秀为帝 自称是庚始帝 这下刘秀兄弟不愿意了 大家都是汉室宗室 都是出生入死 浴血杀敌 平寒让刘秀当皇帝啊 有意见 但不敢提 毕竟啊 这种事儿 要靠实力说话 刘秀忍了 可是往往可忍不了 往往新军 四十二万兵 浩浩荡荡 直扑昆杨 昏杨从多少手兵呢 一共九千人 这仗怎么打 白旗看了会摇头 韩信看了会沉默 秀就一个字 他只会用行动表示 当晚 刘秀率的十三名骑兵 出城救援 在外面东拼西头 整合了1.7万人 杀回昆杨 后汉书记载 出战之后不久 突然天降陨石 落于新军营中 一时间是人心惶惶 以为刘秀得天命 而刘秀则抓住时机 敲选赶死之士 发动突袭 四十万大军一哄而散 跟着逃跑 乱军士互相践踏 此时呢 天降暴雨 河水暴涨 王莽军涉水之人 全部淹死 河水断流 孙悟空就是在此刻 因为大闹天宫 被如来压在了五指山下 秀记里写道 王莽创汗之时 天降紫山 下降了一个神猴 那场流星雨 算段时间 应该正好是 孙悟空大闹天宫 向了太上老军的炼丹炉 昏杨保卫战 刘秀以两万六千人 奇迹犯的打破了 王莽的四十二万主力大军 创下了前古人 后来的战争史奇迹 几乎一战摧毁一个 大一统帝国 刘秀是一战成名 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皇巨星 个人威望 在陆林军中达到了顶峰 不久 陆林军攻克 洛阳和长安 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新朝覆灭 刘秀兄弟 作为开国功臣 本应该弄功 刑上封关家绝 万万没想到 大哥流眼 却被耕使地给杀了 为啥呢 巨功自傲 雾无领导 妄议朝政 阴谋串权 在下面搞小动作 总之就是不听招呼 杀人流眼 耕使地打算 接下来就收拾刘秀 刘秀 刘秀亲自到晚成 向耕使地谢罪 痛斥流眼缺点 哥哥的下属来加重吊咽 刘秀都不跟他们说话 再三表示 哥哥犯上 做兄弟的已有责任 而且从来不提 自己在昆杨立下的战功 不穿校服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都不往心里割 刘秀的选择是 不做皮肤之怒 白天谈笑风声 晚上谋划复仇大计 蒙头大哭 看到刘秀 愈发千步的向自己谢罪 庚使地刘秀 突然觉得 特别对不起这俩兄弟 为了弥补内疚 庚使地降职 封刘秀为五姓侯 刘秀卸助伦恩 紧接着呢 跟皇帝情嫁结婚 结婚对象就是 自己多年的 梦中情人 殷利华 酒宴上 大家是公仇交错 一面羡慕新娘子 长得漂亮 一面呢 也暗自为刘秀叹息 大哥被杀 尸骨未寒 你不为兄弟报仇也就算了 还办这么铺张的婚礼 果然是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 刘将军看似是个人物 其实啊 也不过是贪图享乐 匈无大志的 庸庸碌碌之辈 庚使地呢 也因此对刘秀放松了警惕 赢得庚使地 刘秀信任后 刘秀争取到了 刷河北父母的机会 迟节出巡河北 招呼那里的诸侯 融入大海 虎归深山 那时的河北可不像现在 有山有水有饭馆 河北人民欢迎您 而是民风彪悍 匪盗成群 数十只其他起义势力 上百万人盘踞于此 庚使地给刘秀的主要资源 只有一根皇帝结账 名义上是巡查员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饭的呢 真是开局一根混 装备全靠混 刘秀太难了 但是不怕 因为他是秀 他是亏扬之难英雄 河北豪杰是望风而归 当地诸侯道天联姻 英杰名将不断来投 刘秀不停收编人马 三年就代价百万 猎徒千里二分天下有齐 公元二五年 齐才三年刘秀在河北称帝 仍以汉为国号 年号是剑武定都洛阳 史称东汉 之后的十二年时间里 刘秀将四分五列中国 归于一统开启了 名锤史册的光武中心 刘秀手下有云台二十八将 但大多数的知名度都不高 全部被他一个人给掩盖了 以至于电视剧导演都不爱拍刘秀 故事情节单核说出 没有办法进行多维度包装 男一号太强 来回都是他戏 他来结局就没啥悬念 可不是吗 这主角光环 这剧情 跟抗日神军似的谁爱看呀 刘秀的儿子孙子两代都是明君 跟他打听的兄弟 基本上都得意善终 总而言之 刘秀的一生 简直是完美的一生 但是刘秀的完美呢 也是东汉缠入的原因 如果刘秀干的事是五千年的事 刘邦干的事是五百年的事 那么刘秀干的事呢 就是五十年的事 有人说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 刘秀作为开国之军已经完成他使命 但他立国的根基是依靠豪强 他用拉拢的方式完成了统一 在统治阶级里依然有很多地主豪强存在 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洗牌 原来的老爷还是老爷 原来的奴才还是奴才 原来的社会矛盾根本没有缓解 刘秀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西汉的问题 所谓东汉初年 只是一个换皮的西汉末年 到了东汉末期 豪强地主已经演化成诸多的世家大族 东汉后期的同工皇帝 三国内场惨无人唤的大乱世 隐患都藏在刘秀看似完美的人生里 秦华汉武之所以伟大 就在于超越时代 顶级热门历史人物 无一不是毁于参半 欲满天下 傍满天下 欲满天下